欢迎收看一海方圆 我是赵尔勋 在本期的节目中 我将继续为大家讲解对杀的技巧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呢 我们还是学习了宽气法 以及宽气法在对杀中的一个应用 在本期的节目中 我们将接触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就是对杀过程中的利用打结来受气 我们知道围棋 在这个围棋的进行中啊 打结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一种变化 就是说打结呢 可以说既是生又是死 他既没有完全的吃掉对方 然后同时呢 自己也没有完全的被对方所吃掉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这么一个变化 那如何在对杀过程中利用打结 也就是一个比较常用的这么一个技巧 也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学习 好我们还是看一下上一期给大家留的题目 这道题呢 显然是黑棋的这两颗棋子要跟白棋进行对杀 那么黑棋要对杀的时候 就首先第一点这个拐 就这个黑一拐是必然的一手 那我们看如果黑棋不拐 如果你收气 那么白棋一爬 这无论黑棋这条棋收在哪 就被白棋占到了这个R2的要点 黑棋都是不行的 我们看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 一二三三棋对两棋 那显然是黑棋不行 那么也就是说黑棋的这拐是必然的一手 那接下来白棋 大家注意这时候白棋也不能从外侧收气 如果这样的话黑棋再立 这个时候白棋再搬就来不及了 这黑棋这样一气就吃掉了 那么你团在这的话呢 一样黑棋也是一粒 这样的话就是白棋卖一气被净杀 那么这个结果也是不对的 我们说打劫啊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打劫 就是既不是自己吃到对方的 同时也不是被对方吃掉 那所以说白棋这个时候占据这个要点是很关键的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看这个结果 大家再来看这个结果 就跟我们之前所学到的一些知识是不同的 黑棋这时候立 白棋就团住 我们看这个时候呢 黑棋就没法净杀白棋了 你如果弯 白棋挡 这个地方黑棋是不入气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黑棋只好想办法与白棋进行打结 这时候大概就铺一个是 绝妙的一手 这先送死 然后再打吃 这样白棋吃的时候黑棋再提 我们这个时候白棋不能接 接的话就被黑棋一起吃了 那你如果收外棋黑棋提 这样也是一个打结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最好的下法就是 直接进行打结 因为这样的话呢黑棋 即使轮黑棋下黑棋再提 这样无法将白棋全部吃净 所以说这个结 是对白棋比较有利的这么一个结证 那这也是双方最佳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我们看 现在形成这个结果之后 就是黑棋既没有吃掉白棋 白棋同样也没有吃掉黑棋 那么这就看双方在这个局面下 谁的结彩比较多 谁就比较有利一点 这是双方最佳的一个结果 我们再来看 这个时候 就是黑棋拐 白棋扳 黑棋利 白棋团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了 我们刚才正解是直接扑 那如果要是黑棋直接走这个 会是什么结果 这条棋也比较有意思 看上去很 是比较愚蠢的一手 自己下了一个余形 但是白棋这时候也不能大意 白棋如果收气 那么这时候黑棋再一扑 这样我们看 这个跟之前的结果就还原了 所以说这个也是白棋失败 那白棋这时候 黑棋单弯的时候 白棋可以长 这是一招妙手 黑棋就打吃 白棋再收气 有了这两手交换之后 黑棋 白棋再提 这样的话 这个局部就是黑棋竞死 那所以说这道题 唯一的正解 就是拐完了先立之后 黑棋再扑 这个是双方最佳的变化 最后形成一个对白棋有利的结症 那么好 这道题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今天的内容 我们看打结是非常有特殊性的 而且打结的时候 我们在之前 记得给大家讲 宽气法和紧气法的时候 都曾经学习到了 利用脚步的特殊性进行对杀 那么打结有没有这个方法呢 其实也是有的 而且我认为打结 就是说利用结针 这个进行对杀的过程中呢 可能会更多的涉及到 这个利用脚步的特殊性进行对杀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两道利提 首先我们看一下左上角的这道题 这道题呢 显然是黑棋这三个子 要与白棋进行对杀 这跟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道题 非常的相似 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 这两道题有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不同之处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简单的收器 黑一般 白棋作严 黑棋切 白团 这个我想看到这个棋型 大家就一定非常熟悉了 没错 这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变化是 完全是一样的 就是黑棋还是铺 白棋提 黑大 这样呢 形成了一个两手节 大家注意 就是这样的局面 就是白棋如果要是提节 一手棋可以将黑棋消掉 如果黑棋提节的话呢 又吃不净白棋 这种局面叫做两手节 这在对局过程中也是经常出现的 那么这个虽然说是节 但是呢 这个节对白棋有利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个节对白棋有利 就是因为黑棋 花一手棋 一样是消不掉这个节 所以说 这个结果呢 并不是这道题的正结 这个结果并不是正结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变化 如果黑棋直接谱 白棋 黑棋打吃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如果白棋打吃 那就错了 黑棋提掉 白棋如果接 这样黑棋打 这就形成了一个紧气节 我们看黑棋 白棋如果再接 黑棋再打吃 这样的话 这个局部是一个紧气节 那么白棋没有下出最好的结果 就是说在黑棋 这个黑一扑 白棋提 黑棋挡 就是黑棋这招扑啊 本来是一个失误 这招其实不能成立的 那么白棋如果要是直接打结的话呢 就 就白棋就下错了 这样的话呢 就双方错进错出 就又形成一个打结 这个不是正确的结果 那这时候白棋可以做一个 这个是要点 黑棋提 白棋就接住 这时候大家看 这时候你黑棋 这招扑是必须的 因为你被白棋走到的话 这个白棋就活了 那活棋就弹不上对杀 所以说黑棋只有扑 那这时候白棋再收棋 我们看这时候是两棋对两棋 但是黑棋这个地方不入棋 那么其实白棋也就是有三口气 我们再接 黑棋大尺 白棋大尺 这样的话 黑棋显然就被杀掉了 那么也就是说 黑棋的这个扑 是两手结 是对白棋有利的两手结 黑棋这个扑 那同样不行 这是竞死 那这条题的正解是什么呢 没错 这条题就只有是点 那既然敌之要点 我之要点 白棋在这个作眼是很重要的一手 那么黑棋就先去破坏它 黑棋先点 是这条题的正解 这时候白棋有两种下法 首先白棋如果挡 收棋 那么黑棋打吃 这样白棋打吃 黑棋提掉 再打 这是一个局部是一个节征 黑棋提 这是一个紧气节 但是这个结果呢 白棋也并不是最佳 所以说这个时候 白棋直接收气是不行的 就是在黑棋点的时候啊 白棋直接收气的这个紧气节 并不能满意 那白棋这个只有接上 有了这一招交换之后 黑棋再扳 这是正确的次序 你看这个点完了之后 再扳是正确的次序 白棋接 这时候黑棋再扑 白棋提掉 黑棋打 这个扑之前也可以先把这下接掉 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就黑棋接 白棋只有提 那么黑棋再扑 白棋提掉 黑棋打吃 这个时候白棋如果打吃的话 那就是一个紧气节 这个紧气节的结果呢 也要比刚才那个白棋直接收气要好 这是一个 再一个白棋 这个时候也可以脱线 就说这个 下到这个局面的时候 白棋可以根据 全局的这个形式来做出选择 而如果你节才有力的话 白棋可以直接打结 那如果节才不力的时候 白棋这时候可以先脱线 因为脱线我们说黑棋 也只有提 那这样的话 黑棋同样是无法一手棋吃掉白棋 但是这个节呢 就变成了一个缓一气节了 就是对黑棋有力的缓一气节 那所以说 这个时候白棋要 如果打结的话要慎重 那如果节才不力的时候 可以在外面选择连续下三手棋 这样黑棋再花两手棋 把这个消掉 所以这道题最终的正确答案就是 就是局部是一个紧气节 但是白棋可以暂时脱线 我们看这个打结对杀的过程中 有很多时候是 就是会出现一些 不是比较抽象的 不是很好理解的这么一个局面 就是说有一方呢 可以脱线 对方又吃不净 或者说是有一方 是一个紧 对某一方来说是紧气节 对某一方来说呢 就是两手节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在对局过程中 都是很常见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根据当时不同的局面 来灵活的应用 那这道题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 右下角的这道题 这道题我们看白棋 一二三四五六 白棋这六颗棋子 现在是被黑棋分段 那同样黑棋的这五颗棋子 也是被白棋分段 我们来数一下棋 黑棋一二三 那白棋也是一二三 双方都是三口棋 这时候轮黑下 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在收气的时候 这时候黑棋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白棋这三口棋 中间是有一个虎口 那这也就是说白棋 黑棋要想入这个 是入不进来的 这是一个不入气 那比如说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尝试 你如果搬这个收气 这样白棋就可以立 如果在收气 我们看白棋收气 这样就是一个 我们曾经在宽气法中学习到的一个 很常见的 或者说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手机 叫做经济独立 那么这是白棋的一个经济独立 那黑棋显然就不行了 因为黑棋这两个点呢 都是不入气 所以说这个黑棋 直接搬这个被白棋立 黑棋就不行了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变化 那如果点 白棋如果还是打 黑棋再度过 这时候白棋再击 我们看这个变化 跟刚才的变化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是次序换了一下 其实这个结果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也就是说下成这样的话呢 是一个经济独立 黑棋两边不入气 将被白棋杀掉 那么这道题 我们说看似很简单 因为双方的那个气都比较少 就是说每方都只有三口气 但实际上操作起来是有 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 就是这道题实际上是 需要那个 开拓一下思维 才能做出正确的答案 我们看啊 首先一点 我们刚才尝试过这个斑和这个点 那无论走在哪 被白棋立 就是立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无论你是斑 还是点 那么这样黑棋呢 都将被白棋形成一个经济独立 就是说黑棋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黑棋都是被杀的 那所以说 无论如何 不能被白棋占到这一点 那么也就是说 黑棋这个斑 这招棋是必然的一手 因为被白棋占到的话 黑棋就已经无法与白棋对杀了 在这之前呢 这条题的正确答案是 在这 在斑这个之前要做一个次序 就是黑棋 黑一要先断 这是一个正确的次序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命令型 白棋只有打吃 一会儿我们就会发现 这条棋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时候黑棋再来斑 我们看这个时候 白棋首先不能收外棋 那你收外棋的话 黑棋这一打吃 这个我们之前说的 这个虎口就不存在了 这一打吃之后 白棋就只剩一口气 显然不行 那如果白棋还是力 我们还是尝试这个力 但是这个力呢 在这个局面下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方向反了 方向反了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区别在什么地方 那黑棋顶 这时候白棋收气 如果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千万不能粗心 你觉得这个形状看上去是一样的 那是不是黑棋也不入气呢 确实黑棋在这个位置是不入气的 但是黑棋可以从外面收气 所以说这个看上去同样都是力 其实是有本质的区别 就是你这个挡在外面和挡在里面 实际上是有本质的区别 所以说 这个黑棋 黑一段完了之后再搬 这个时候白棋呢 就不能走别的 就只有挡 走别的的话 被黑棋 长在这个位置 白棋就已经不行了 这时候我们看黑棋的下一招起 非常的重要 黑棋的下一手非常重要 黑棋如果接 这个显然不行 这个轮白棋下一口气 就把黑棋吃掉了 我们再来看黑棋 还有没有别的下方 黑棋如果扑 这会形成什么结果呢 这是不是一个打结 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提这个当然就不用说了 提这个黑棋可以找结材提回来 但是白棋提这个 就是黑棋只有挡 白棋再打吃 黑棋提 白棋提 这个是一个什么结果 大家看 这个我们之前的学习过程中 曾经给大家介绍过 这个不是打结 这个结果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并不是打结 我们看这黑棋就算有再多的结材 黑棋再找一面结材提回来 那白棋再提回去 那你同样你再找个结材提回来 白棋再提这个 那这个就永远都提不完 就是黑棋有再多的结材 也打不过白棋 这叫连环结 那这个这样呢 就是黑棋被净杀了 看上去是两个打结 其实存在同时存在两个打结的时候 我们说基本上是有一方要被净杀 就是说这个叫做连环结 黑棋呢 实际上是净死 那么也就是说黑棋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黑一段 白棋打吃 黑斑 白棋挡 这个时候 黑棋接不行 扑也不行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下方 接这个行不行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 这个接这个呢 白棋如果提的话 黑棋可以打吃 这样呢 就是形成了一个缓期结 白棋打 黑棋提 这样的结果是一个缓期结 那么也就是说 白棋现在如果要是找这台提回来的话 下一手就可以把黑提掉 那么如果这时候白棋如果没有结材 白棋脱纤 那么黑棋呢 还是需要再吃一手才形成紧期结 我们管这种结叫做缓期结 那么这是一个缓移期结 也就是说黑棋再需要花一手棋才能形成紧期结 大家注意这点非常重要 我们刚才已经学过了两手结 第二道题呢 就是在这道题的时候 我们又学习了一个紧期结 但是这个紧期结是有一方可以脱纤的紧期结 那这个又是一个新的形状 这个叫做缓移期结 缓移期结 大家注意缓期结的时候 有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在大多数的局面下 只有缓移期结是可以考虑的 如果缓两期以上 就是比如说这个棋 我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棋是松着棋的 然后这边的白棋虽然吃不掉黑棋 但是这个缓了好多棋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缓期结基本上就是不成立的 也就是说缓期结的时候 只有再缓一棋 才可以成立 缓两棋以上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就几乎可以当做竞死 因为你要花很多手术才能跟别人打结 这是不值得的 那么这道题呢 这个结果就是 这个黑一般白棋挡的时候 黑棋可以结 这个结的时候 白棋是没有什么办法 这就形成了一个缓期结 白棋提黑棋挡住就可以了 白棋如果收气 那么这时候黑棋也是不能去乱收气 黑棋也是做一个 那这样就是跟刚才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还是缓一期结 那么说白棋说我要破坏它 这个不让它形成缓期结 这个可不可以 这是不行的 那黑棋可以打吃 这时候白棋如果提 黑棋再提 白棋提 这时候黑棋 这时候注意不能从后面收气 后面收气白棋一挡 这黑棋就不入气了 那这个时候呢黑棋有两种下法 一个是立 立这个就形成双活了 这个一立 白棋无法阻止黑棋做眼 就形成双活了 还有一种就是黑棋直接打住 也是一个缓期结 那所以说白棋这个 就是说黑棋搬 白棋挡 白棋接的时候 黑棋接的时候 白棋这个拖 企图阻止别人做成缓期结 这个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黑棋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这个搬 白棋挡的时候黑棋单纹 这个也是缓期结 跟刚才的意思是一样的 这两种下法都是正结 我们来看一下 白如果肩 黑棋还是结 那这个跟刚才的变化就还原了 大家注意有一点啊 这个非常重要 就这个时候不能急于求成 如果你来扑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这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如果扑的话呢 白棋如果白棋就可以提 那这个黑棋找结才提回来 白棋才可以提这个 就是白棋这两个点 总能提到一个 那这样就是一个连环结 所以说这个时候 黑棋千万不能急于求成 你如果要是扑进去的话 那对不起 这个就是被白棋净杀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黑棋又只有后面受气 这个位置不入气 那白棋只有提结 换一提结 所以说这道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 黑棋弯的时候 白棋这时候来 白棋来扑行不行 我们说 既然形成这个有两个结的情况 不就是连环结吗 那我们白棋自己扑上来 这会怎么样 大家看这个跟刚才区别就非常大了 黑棋提 白棋 你如果找结材再提回来 是没有意义的 提回来 这人家白棋再提回去 这个等于没有区别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 我们看 就由于白棋主动扑进来的 白棋这个主动扑进来 这是叫亏手棋 那你扑进来 跟我扑进来 这是差了一手棋的 所以说这个插手棋 差在哪呢 细心的朋友肯定就发现了 白棋这个地方少了一个字 那么就是说 这个地方黑棋空出来两棋 黑棋就可以接上 白棋在打时 黑棋提 这就是一个紧气节了 所以这个图白棋失败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来重新回顾一下这条题 这条题呢 是黑棋看上去三棋对三棋 但是不能大意 首先要断 白棋打 这个扳是要点 必须要抢 白棋要挡 就这个时候 黑棋无论是阶还是弯 这都是一个 这都是正节 这两招棋都是正节 会形成一个缓棋节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 就是白棋 不能急于求成 企图做连环节 这是不成立的 那白棋只有收棋 那黑棋这个时候 同样不能急于求成 你要想直接打节 打紧气节 这也是不成立的 就是说 谁企图速战速决 企图那个 将对方静吃 或者是走成紧气 都是不对的 那这条题的结果就是 最佳的结果就是 换一气节 白棋收棋 黑这个时候要沉得住气 从外面收起 这是正节 好 我们这条题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这条题看上去非常简单啊 其实 就是蕴藏着有一些 比较深刻的一些变化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下一个环节 我将为大家留意到死活题 这条题呢 我们来审 首先来审题 这条题目呢 是黑线 我们看这一颗棋子 现在是被白棋分段的状态 这条题其实并不难 如果大家开动脑筋的话呢 我相信 您一定会做出答案 那我们首先来看 这条题 这颗棋子目前只有两口气 那么白棋呢 一二三 白棋有三口气 其实换句话说 黑棋呢 就必须要在这个脚上动脑筋 要宽气才行 不然的话 我们看直接收气 这样白棋打吃 这显然黑棋就被白棋杀掉了 所以说这条题 我们可以把它归到这个打结对杀的部分 同时也可以把它算作这个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宽气法的这么一个应用题上 这条题其实是利用我们之前学过的内容 要利用脚步的特殊性进行宽气 好 我们来首先来尝试一下最简单的变化 黑棋如果想长气的话 黑棋首先给大家一个提示 这个爬是直辞一手 就第一招这个爬是直辞一手 我们看如果要是黑棋走别的 那你跳这个显然不行 这一冲就死了 那你要是 这其他的 无论走什么被白棋站到这一点 黑棋都是弹不上宽气的 所以说黑棋只有爬 爬的时候白棋搬 也是必然的 就这个时候黑棋如何利用脚步的特殊性进行杀气的问题 那么你如果同样是搬 这也没有长出气 白棋打吃黑棋就不行 你搬这个也不行 一个道理 就是说黑棋爬完了之后 白棋搬 这个时候黑棋一定要在这个开动脑筋 在这个脚步想想如何做做文章 然后再与白棋进行杀气 这道题的提议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您具备一定的计算能力的话 相信做出这道题并不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好 今天给大家主要是讲解了对杀过程中如何利用打结 来与对方进行对杀 这是我们从今天开始接触到的一个全新的这么一个领域 我记得有一句俗话叫做臭棋怕打结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如果水平不高的时候 一般来说很多奇迷朋友都是见到打结会头很晕 会头疼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我们每一个就是每一名棋手都会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换句话说臭棋怕打结 那也就是说你就如果想成为高手的话 那么就一定要克服这个难题 就是要在这个如何学会如何在打结的过程中 将棋子的效率发挥到最高 我们这个关于对杀的内容呢 就是说如何利用打结完成这个对杀 打结有的时候可以是一块棋棋死回生 同样呢 其实说难听一点就是半生不死 这个其实它是有很多技巧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勤加练习 好 本期的内容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